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杨子和迪丽热巴谁是90后一姐? 从数据来看,杨子更胜一筹! 杨子和迪丽热巴作为中国娱乐圈90后当红女演员,一直备受关注。 两位实力派演员的表现和人气都非常出色,但从数据来看,可以得出结论,杨子更胜一筹! 首先,从作品数量来看,杨子的作品更加丰富多样。 他参演的电视剧、电影等类型各异,涉及的题材也广泛。 而迪丽热巴的作品相对较少,主要以古装剧为主,局限性较大。 杨子凭借出色的演技和不同类型角色的成功塑造,获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一致认可。 其次,从商业价值来看,杨子也更胜一筹。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,杨子的微博粉丝超过了1亿。 迪丽热巴则略低于此数字。 杨子的社交媒体影响力更大,他拥有广告代言人和综艺节目嘉宾等身份。 商业价值较高。 同时,在杨子主演的电视剧中,广告植入和合作也更多,可见他在商业方面的受欢迎程度。 此外,从荣誉和奖项方面来看,杨子也占据优势。 他曾获得多个重要电视剧奖项的最佳女主角。 观众最喜爱的女演员等殊荣。 迪丽热巴虽然也有不少奖项,但在影视作品的认可度上稍逊一筹。 综上所述,从数据来看,杨子更胜一筹。 他在作品数量、商业价值和荣誉奖项等方面表现出色。 粉丝也更加庞大。 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迪丽热巴没有自己的优势和魅力。 他同样是中国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一姐及人物之一。 无论如何,杨子和迪丽热巴都是90后女演员中的佼佼者, 为中国电视剧和电影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